那我跟华尔文说种花的时候呢 不要埋得太深 那有的话说老华一 我如果说深一点 不就更加接近排水口吗 啊 那上面深一点 这不很正常 宝贝 宝贝 你睡过觉吗 睡过床吗 你下面你就是啥也不垫 你上面盖八层位子 不把你捂坏了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闷 知道吗 上面会容易闷 它根系往下挡 你上面不透气 你光指到下面 那你快气死了 就跟人穿衣服一样是吧 那个背后露着腰 那前边穿着雕 你是干时髦还是玩风骚 那是怎么明白这个事呢 你根据咱们养花啊 也根据综合形式来 你像下边如果说我们 比较深的时候盆的时候呢 我们会垫一些个桃里增加透气性 那上面呢就不要太深了 因为根系它是往上 往下涨它不往上涨 让你能简单明白这个点吗 这个 这点小事情 还要稍微的去杠一下吗 还有一个点就是 跟华尔梅说 水大阿门根啊 好多的华尔就说 你就天天说水大 你也不说什么原因水大 我有一天不说就不行 我跟华尔梅也不止一次的说 首先 不论种任何话 用盆一定呢 要排水透气 用土呢一定要松软 要排水要透气 你这样子的话 你浇了水以后 它能及时的漏出来 对吧 浇水给人喝水是一个道理啊 你像有时候咱们天天喝茶 天天喝茶一直喝一直喝 那怎么没事 因为它喝完以后 它可以去厕所 那你换个方法呢 我要给我大舅子锁到一边 我们让它使劲喝 还不允许它尿 你看它膀胱炸不炸 你说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说话我们 对于浇水这一块 还是那句话干了就浇 有的话有 连干湿都分不明白 你尿过裤子没有 干湿你都整不明白吗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你可以摸一摸盆土 实在不行上秤 再不行了 找个竹签子或者筷子 你插到中间 用时间给它插进去吧 拔出来看 略干一点植物爱长根 略丝一点植物爱长苗 干湿循环植物长得更好 不要水大闷根 上下都通透一点 就跟人一样你别走 这总有一边不透气的 那怎么行啊 这会透气了吗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搞明白没有 埋得深了 真的是前面穿雕 后边露腰 不敢时髦就玩丰收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大一 拜 嘿嘿 做 bel Çaq